往下的学校朋友大家好 每次进步见年 这次我们来学习的是 耕机账用税 这个税种大家注意 有时候的那个考题中不涉及 那有时候还挺讨厌 我记得有一年才涉及两道 所以它是苦乐不均的 不是每年都有 但是有了年份你再会 但是呢你甭管这些事 我们只是进行考询分析 你们就搞定三个问题 耕机账用税就能搞定了 第一个什么叫耕地 第二个什么叫账地 第三个有什么样的优惠 你就把这三个把握清除 它的税额计算怎么简单 因为耕机账用税 有我一般考那个税额计算的话 它肯定得结合税收优惠 这个跟成人赌地时候是很相似 一般考计算的话 就会结合这些优惠内容进行考询 好了 那么咱们就来去研究一下这些问题 首先说 谁在教这个耕机账用税 就是你境内占用耕机建设建筑物 构筑物 或者从事非农建设的单位和个人 个人占用也得交 那么这里边同学们注意什么问题 纳税人你不用记 我们要通过纳税人这句话来解释一下 到底什么叫占用 那就在这明摆着 什么叫占用 就是建设 就是建设 你建什么呢 你建设的是建筑物或者构筑物 你盖房子了 对吧 或者从事非农建设 这就叫做什么 这就叫做耕地占用税 那如果你从事的是农业建设 你不能说你建了建筑就一定是 要交耕地占用税 不是的 你比如我这块盖一个农田水利的小设施 你得占用耕地 那没有这个地中火 得需要水 那个就叫什么 农业建设 所以这里边怎么叫占用就解释完了 就是建设 这个建设包括建设建筑物构筑 包括从事非农建设 所以有的我们也可以叫做建设家从事 从事凸显了从事非农建设 那解释清楚什么是占用 就这么简单 好 那么这个占用我们就给大家说完了 所以他很少考核 正多的是理解 那么这里面提示一下 这个占用的话 只要发生了实质性的占用就在交 你比如说 如果是经过批准占用的 那肯定他有这个批准文件 那么他的纳税人就是文件中标明的 这个建设用地人 也就是占用人 是吧 但如果说你是没有经过批准占用的 你是不是占用了 实质课税 你的实际使用人就是纳税人 对吧 这个是好理解的吧 另外一个就是 转用审批文件中 如果没有标明建设用地人的 刚才不说吗 你经批准的应该是标明的建设用地人 但如果是没标明的 那就是用地申请人 对吧 用地申请人 他可以是各级人民政府的 由同级处处备中心 自然资源主管部员和政府委层的其他部门单位 来去申报纳税 那么他纳税就是用地申请人 所以这两条大家稍微要知道 这是死即应备的考点 批准的是标明的建设用地人 如果没标明的是申请人 如果没批准占用的是实际账人 总的来说 纳税人不能走空 那这个税我得找到人能够收上来 好了 纳税人这块 这篇PPT 我们解决了什么叫占用的问题 然后呢 有两个啊 他的纳税人稍微有特殊 防止出现偏门的选择提考点 记住这样的对应关系就可以了 那么接着咱说说 蒸饭的问题 话惺惺的 蒸饭问题解决的是什么 就是什么叫 耕地的问题 听明白了吧 好 那么首先 我们从这个耕地的属性来给大家说 它既包括国家所有的耕地 也包括集体所有的耕地 这是从它的属性上来说 对吧 因为我们地的话 要不是国家所要不集体所 这个我们在前面讲成人土地的时候 是也提到过是吧 好了 那么前面的话都是废话 前面说的是占用 占用耕地建设建筑 购物或从事非农建设 那不就是占用的土地 如果是国家所或集体所的 那它就是什么正税范围的 所以耕地 占用税的耕地 我不是说了吗 我们就解决什么是占用 刚才这块解决了 然后解决什么是耕地 然后再说税数优惠 这个税种就研究完了 那么这里面从耕地的属性上来说 性质上来说 它包括国家所的集体所 这是一个问题吧 第二个问题 大家注意 我们一说耕地 我们脑子经常想到是 除何日当午 汉地和下土 随之潘中山 历历皆辛苦 我们老想的是农用地 那么这里边大家注意了 实际上我们这个耕地 它是广义的耕地 它包括农林牧鱼 就是你这个 鱼业用地啊 对吧 你比如说 养殖用地 它也包括你 这样的也是这样 所以大家特别注意啊 从它的所有性质来说 它是包括国家所的 集体所有的 那么另外一个 它这个耕地的话 你千万不要窄化了 就是种江下 种是解决我们的口粮问题的 不是这样的 它是一个广义的 实际上包括农林牧鱼 那么具体来说 有几个提示的点 比如说 你用于种植农作物的土地 对吧 那肯定是耕地 那么这里面包括菜地和园地 园地的话 果园 桑园 对吧 苗圃 花圃 那这些都是耕地范围内 千万不要给它窄化了 这是一个啊 另外一个鱼塘 那么农林牧鱼 所以你占用鱼塘 及其他农用地 建房或从事非农建设 也适同占用耕地 适同占用工具 就是我们说这个鱼塘 它也属于耕地 占用范围内的 是吧 好了 那么我们知道了 国家所有 集体所有 它是广义的 对吧 然后注意 提示三 林地不包括城镇村庄范围内 绿化林牧用地 铁路公路征地范围内的林牧用地 以及河流沟渠的户堤林用地 这是一个选择题要注意的 对吧 它叫林地 林地农林牧鱼吗 它也属于耕地范围内 但是林地中有不包括的 然后这条很重要 建设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 生产设施 占用农地是不争的 这个是让我们前面讲过了 就是我们怎么理解 这个非农建设 对吧 那么如果你是 直接为农业生产服务的生产设施 就像我说的 你农林牧鱼 都有这样的生产设施 你比如说 种江湖 你要灌溉 对吧 另外一个包括说 有些还要盖个小房子 在那趴着 防止出现 有人偷东西的情况 是吧 那么你这些必要的食素 都是农业生产所必须的 对吧 那么都属于 什么耕地范围内 他没有改变 他的属性是不交的 听听了吧 好了 三合四记一下 好了 这时候我们就解决清楚了 什么叫耕地 三个问题解决两个了 耕地是什么 然后占用是什么意思 是吧 这两个并不特别重要 考试考的不多 相对来说呢 耕地的范围考的多一点 好 然后说说税额计算 再说税收优惠 税额计算很简单 本身它 就是一个 跟这个城镇土地 使用税 很相似的一个寄税方法 就是用实际占用的 耕地面积 我们城镇土地 使用税 叫土地面积 是吧 然后乘以什么 单位税额就可以 所以它的计算很简单 那不同点在哪呢 我们上堂课 实际上在讲 城镇土地 使用税 那个 那是一个发生 之前说过了 城镇土地 时候是小刀子拿肉 你只要该交年年都交 二年计算分期缴纳 而我们的更地 占用税的话 是当头一棒子 一次缴纳 所以回想在上堂课 跟我们讲的 我们如果占用的是 更地的话 满一年 当头一棒子 交更地占用税 满一年 再从 这个满一年的开始 就是四月开始 年年都交 城镇土地 是这么个意思 所以它的计算本身很简单 那么我们要注意 里边一些细极性问题 先说说税率 它执行的是 地区差别定额税率 那么我们城镇土地 使用税 实际上也是定额税率 而且是有幅度的定额税率 但是我们在上堂课讲 城镇土地使用税 他们的定额幅度是多少倍 最低到最高多少倍 二十倍 当时我记得 如果没听错到 说几个最低 这个 两块钱的话 那你最高就在 四十块钱 然后我当时讲那个 上堂课讲立体的时候 是不是 我们他也给大家说 是二十倍 是吧 那么我们的 耕地账水 它的这个差别 倍数是多少 是五倍 不是二十倍啊 你看我们横向去比较一下 是吧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就是人均耕地 低于0.5亩的地区的话 可以适当提高 但是适当提高的部分 我们不得超过确定税额的百分之五十 啊 我们城镇土地使用税可以适当降低 但是最多不能降低百分之三十 如果要提高的话 报财政不批准 是不是那么说了 那我们耕地战略税的话 是啊 确定的啊 适当提高 我们不得超过确定的百分之五十 对吧 另外一个就是保证老百姓的 什么 吃饭问题 是吧 哎 这个 装甲粮食 叫战略物资 是吧 要保证掌握的这个范文 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别卡脖子 所以我们规定 如果占用的基本农田的话 是 加百分之一百五十征收 是吧 所以这时候呢 你如果审替以后发现 它是基本农田 那你算完以后要乘以百分之一百五十 这一百五十可以不告诉你 你一定要知道 算的时候 就针对这种加征的话 是要乘以百分之一百五十 听见了吧 所以耕地这样说 你们发现 它的那个税率的话 他最喜欢的话 就喜欢五 五倍 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一百五十 是吧 他最爱我 最爱我 最爱我 要求大家知道 而城镇土地水是不一样 城镇土地水你降低的话 百分之三十 但城镇土地水 也有百分之五十的问题 我们在上课讲了两个百分之五十 不我记得 是两个应该啊 一个就是啊 大宗物流仓储设施 占地百分之五十 还有就是什么 单独的地下建筑物的话 正常税购的百分之五十 所以它既有三十的情况 要有五十的情况 而我们的根据这样的事的话 它比较单纯 比较单纯 因为它就是当头一棒 所以它就最多的是五 OK了 然后我们解决第三个问题 刚才这些问题 如果没有市售优惠 考的就没有味道 所以我们解决第三个问题 什么是更低 什么是占用 有什么优惠 这个优惠 那么优先学习 要考更低占用税 大概率就在这张表中考 那么我们来说说 它分为减征和免征的优惠 它的免征范围特别的窄 就是军事设施 学校幼儿园 社会福利机构 医疗机构 占用的耕迹是免征的 那么这里边的主要的点在哪呢 两个点 第一个 你看学校幼儿园 社会机构 医疗机构 它是不是都强调主体性了 但是军队还是军事设施 我们强调的是军事设施 而不是说军队 学校幼儿园 都都是主体了 而只有军事的 我们并不强调主体 而强调是用途 那么我们有军事设施法 那么注意 是军事设施法范围内的 这种军事设施才免征 而不是说你军队用的全都免 不是这样的 同学们要特别注意 另外一个 这些主体的话 就限定在学校幼儿园 社会福利机构 医疗机构 那么我们考试题里 出现过省政府 没有免征规定 你别看省政府 觉得自用的免征 城镇土地守税有 对吧 但是我们这个没有 我们这个没有 当然了话说回来 这是一个伪命题 这是一道考试原题 实际上是吧 但我记不清是 筑筷还是事务师的了 那么那是个伪命题 一般我们省政府 都是繁华地带 所以他也不占用更地 所以这个选项中出现 你注意 一定不要扩大 这个主体的范围 这是我们强调的第一个点 另外一个需要注意的话 就并不是更地 占用税的免征规定 只要是这个主体 范围内的都免 比如学校 如果他有经营场所 或者是教职工住房 以及医疗机构的职工住房 这个占用更地是 不免是要征税 这一点很重要 好 你别看这一句话 要把我强的联国把握清楚了 听不完了吧 然后说说免征的规定 免征的规定是这样的 农村的劣势遗属 应工牺牲的军人遗属 残疾军人 注意 也包括符合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农村居民 一定注意 他包括这个 因为你这个符合农村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话 那家里就很困难 对吧 最低保 对吧 那么这个强调是在规定用地标准与内 新建自用住宅 标准内新建自用 这都是条件 免征 那么关于农村用地 我们马上就要同步复习减半的政策 农村居民在规定用地标准以内 占用耕地新建自用住宅的话 如果不符合前面特定免征情形的 那是要减半的 这个减半考试不告诉我们 你一定算完以后乘以60% 听见了吧 那么另外一个 如果是农村居民经批准搬迁 你新建自用住宅 不超原宅地地面积的话 那么这个也就不交了 如果超过的部分是减半的 好了 这个免减的话 要把农村的放在一块去进行计议 有免征的 有减半的 然后接下来说说减按两块钱的 那么减按两块钱 这个如果考的话 这个税率是不告诉我们 这两块钱是要背的 那就要背 什么时候减按两块钱 听了吧 好了 那先说这道题 有一个有意思的地方 你要在哪里 我们以前考试提出过这个 他说下列免征的是 然后呢 就把那个啊 比如飞机长跑道作为选项了 那么飞机长跑道 它可不是免征同学们 它是减按两块 两块也是钱的 一毛钱也是爱呀 所以这个可是交的 它可不属于免征的 你千万不要搞混了 我们现在说的减按两块钱 它不是免征 它是交的 只不过是按两块钱交 两块钱是要记的 这是一个特别注意的问题 另外一个注意的问题就是 减按两块钱的包括什么 听到了 它包括铁路线路 公路线路 但如果是专用铁路和铁路专用线路占用 或者专用公路 包括城区内机动车道占用的话 这个是要正常纳税的 听听了吧 那么城区内机动车占用 这个以前考试选择题也考过 它是正常交 不是减按两块钱交 所以我们减按两块钱交的是 铁路线路 公路线路 然后包括飞机场的跑道停机坪 跑道停机坪停飞机的地方 而我们并没有说 飞机场所有的这个占用耕地 都减按两块钱 没有 飞机场只有跑道和停机坪 那么包括港口的航道 对吧 要注意 所以我们这里面减按两块钱 是有特指的 铁路线路 公路线路和什么 港口航道 飞机场的跑道停机坪 千万不要扩大它的范围 明白了吧 然后我们要提的 还包括水利工程 注意水利工程占用 它是减按两块钱 但是农田水利工程 那这个属于农业生产的必要的设施 那那个不属于耕地占用水 占用范围内的 所以涉及水利的话 同学们要注意啊 那么 非农田用的这个水利工程 占用耕地的话 它是减按两块钱 如果农田的水利工程的话 它是不交的 它是不属于耕地占用分范围内 要注意就可以了 减免很重要 必须掌握牢 好了 耕地占用税做两道题 来结束一下它啊 说下列项目中 占用耕地需要缴纳 耕地占用税的是 机场跑道 铁路线路 军用 靶场 港口码头 需要交哪个 机场跑道 铁路线路 港口码头是 减按两块钱交 军用靶场 属于军用设施 是免征的 所以答案是ABD 多选题 是吧 21年的考题 好 再看21年的另一道考题 说下列项目 占用耕地 需要缴纳 耕地占用税的是 专用铁路 需要交 军事侦察观测店 军事设施免交 城区机动车 需要交 学校教职工住房 需要交 多选题 ACD 你看这个多选题 是不是 你要非常熟练的把握 再看2021年 它问你应该缴纳的 耕地占用税是多少 什么呢 它批准占用耕地 1000平米 900平米 用于种植花卉 这个900平米不用交 剩下的100平米呢 它用于 非搬迁 自建住房 那100乘以25 就完了呗 那我选C行不行 退出迄斩了 别忘了 我说了减半 所以你还乘以多少 乘以50% 好 那么注意啊 这是我们说的 最重要的题 基本上 那么 解决这些问题就可以了 但别忘了 任何书中 都有一个征管问题啊 是吧 那你也不能忽略 诶 征管问题 我们来 此机经备一下 时间是收到 自然资源主管部分 办理占用手续的 当日 听见了吧 没有批准占用的话 是不是也要交啊 那就是认定实际占用的当日 如果毁损耕地的话 就是认定毁损的当日 如果改变用途 需要补交的是 改变用途的当日 都是当日 是吧 那么 纳税又发生时间 单独记一下 是30天 地点很简单 就是 耕地或农用地的所在地 地在哪 在哪交就可以了 好 把画圈的记一下 词经背一下 然后呢 我给大家总结一下 那个书中 关于那个先经后退的 一些内容 放到一块 给大家提示一下 背一背啊 背一背 一个就是这个 临时占用耕地 你说临时就不交了 那不行 我们要求你先交 如果你在批准 临时占用期限内 恢复原貌的 那就全都退给你 那这里边 怎么借定临时呢 那么我们是批准 一般不超过两年内 临时使用耕地 而且没有修建 永久性的建筑物 我们叫临时占用耕地 听了吧 好了 这是一个 叫做 先给争了 后边复合条件 退给你 还有一类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挖损 采矿塌陷 压占 污染等 毁损耕地的 那么这个属于非农建设 是要按规定去纳税的 那么这个相关部门 认定毁损耕地支起 如果你三年内 依法复耕或修复的话 我们有一个行业 叫土地修复 是吧 恢复种植条件的 那也是给你办理退税 可以办理退税 这是三年 叫回损土地 三年内 可以退 还有呢 就是纳税人 因为建设项目施工 或者地址 勘查临时占用耕地 那么也是按规定交税 然后你再批准 临时占用耕地 期满起一年内复耕的 也是全额退还 那么这里边 大家注意 这个比如说我 可能也说这里别有油 是吧 我去探 勘查一下 那这个时候 你占用耕地也在交 交完的话 你一年内复更多话 说没有 你走了 那这个呢 要再退给你就可以了 这个呢 大家注意 里边有两年的 有三年的 有一年的 所以放在一块 就更好记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考题 下列关于更地战税 征收管理的表述 符合税法规定的是 第一个备选项是 耕地站是由资源 资源主管部门 负责征收 错了吧 我们在第一章就说过了 关税 敦税 进口环境增值税 消费税 由海关征收 除此之外的是 市务机关征收 所以它不是资源资源 主管部门负责征收 B说的是 占用耕地的个人 纳税人应当在其户籍所在地 缴纳更地战税 用地啊房啊 都跟着房和地走 不跟户籍所在地走 所以打差 C 纳税诱人发生时间为 纳税人收到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办理更地战用手续通知书的 次日 错了吧 我们的更地战税 都强调是当日 是吧 收到通知的当日 认定的当日 对吧 五角的当日都是当日 那么答案只有D了呗 就是 你未经批准 这样的也要交 那么纳税又发生了些什么 认定的当日 选D的 难度都不大 难度都不大 好了 那么这样呢 我们就把更地战税 给大家得破完了 要求大家熟悉 更地战税的基本别人 还是就是 要知道 什么是 更地 这个范围 注意选择去 然后理解战用 一般不考 然后呢 重点的是 税数优惠 然后呢 里边涉及征管的问题 要注意一些数字性的规定 那么这些都把握清楚了 那整个他的计算 就变得很简单了 总体来说 这一张 记的东西比较多 要注意 抓住 杨老师提示的重点 注意方法 注意细节 分支比重 并不高 但是费的功夫也不大 所以也不能放戏 好 我们下一张再见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